L.A.I.003 庇护城决赛这天我收到了一个神秘包裹 明日之后的神秘快递箱 那我看看是什么呢 五个诶 明日之后感染者L.A.I.003 这是一个女感染者全身可动 可以啊 第二个I.I.胖子会自爆的002 先都看一遍吧 看完给大家拆开看看 公投004 可以啊 这个周边做的还是很贴合游戏的 005 这是001 对这就是最早出现在秋日森林里的嘛 让我们打开看看 还有一张卡片 代号001 哦 还是一个礼包呢 100元30元5元的礼包 买礼包送手办 哇这个病人还不错哎 做工 你看他的四肢 关节 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这个比我小时候我玩的那些玩具好多了 高级多了 这个女性感染者她还是多了一个外套呢 哎好玩啊 我们把这个外套给她穿上 这衣服是怎么穿的 这肯定是要把手卸下来 要不然套不上 它这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这种卡进去的 所以比较容易拆 一用力就下来了 好了我们给她把衣服穿上 别说还不好穿的 这怎么感觉像是脱衣服 一用力就穿上了 稍微用的力其实也没什么 玩具做工还是可以的 不至于说一不小心 一用力就坏了 因为那么脆弱 哦这个不是个短袖啊 那还是有一截袖子的 一个露尖装 下一个是004是吧 004啊公头 哎你别说啊 我看这个这种冰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就是定格动画 是不是啊 这种冰人就是可以拍定格动画 你看哦 是吧 很真实啊 可以做各种造型 一帧一帧的拼起来 回头我可以尝试一下 用冰人做一下定格动画 玩具冰人大战幸存者 是不是 可以拍出那种效果的 你看这个鞋子上这个质感啊 最后一个第五款 卡脖子的杆子 这个衣服肯定是可以脱的 这个衣服从背后看还是比较有范儿的 毁灭这个世界 做一个卡脖子的姿势 嗯 它这个可以操作的 可以玩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有点意思啊 哎呦 脚上还有镣铐 那这个细节可以啊 还有这个锁链啊 鞋子上还有一点点血迹 红色的 嗯 这套冰人我们放在一起看一下 每个冰人都附带一个游戏礼包 收集起来放在桌子上 倒也蛮有纪念意义的 毕竟他们现在都没有什么攻击性了吧 你们觉得这五款冰人 还原度如何呢 到这里了 喔 吴 吴 就